大家好,我是杨子,来优酷国际版APP,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蟹,和我一起沉寂至追剧吧! 你先回叶兰山,若是半个月后,我还没有归来,你让芸墨前来救我。 我不能抛险你一人,我若不把你带回去,实在没法向山主大人交代,你不走,我也不走。 丹淑,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,我记得过那时日就是你的生辰了,我一定在生辰前赶回去,跟芸墨好好给你庆祝的。 那我让百灵姐姐准备好你爱吃的,等你回去跟我们一起团聚。 好,快走吧。 注意安全。 多谢。 多别这么客气,快起来吧。 其实,其实我能救你们,多亏了一个人的帮忙。 我欠了他一份人情,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一下。 你怎么还没走?这是什么地方你也敢进来? 我们要是知恩图报的,你是因为我才受此刑罚,我怎么可能走呢? 听着,降妖堂现在着火了,有几只小妖趁乱攻上了山。 若是此时,你能够从天而降,将功补过,掌门以后就不会为难你了。 快,来不及了。 你啊,荒唐。 切记,绝不可使用法力。 若你身份被发现的话,哪怕我被打死也保不下你。 还有,你现在速去通知掌门,然后找个地方躲好。 我去监工补过了。 我去监工补过了。 那日是我轻敌,已不小心被你抓住。 现在你终于落我手里了。 被吸走了那么多的妖力, 刚好吃几个天使来补应。 。 他们这是要假期真做,血洗灵霄派。 他们竟然利用我,蒙骗我。 自己穿得疯,我自己解决。 。 亲戚。 亲戚,没事吧。 小心。 不是不让你出来的吗? 我不想因为我,你的师兄弟全死了。 这时候别管我了,赶紧收药吧。 你为什么要帮这些天使,你明明就是。 。 够男人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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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